2月2日晚上 在加拿大一家便利店 店主金女士在柜台的另一边吃香蕉 金女士的丈夫在一旁陪着她 这时来了一名蒙面男子 要求金女士打开收银机 同时跳上了柜台 金女士的丈夫健壮将蒙面男子推了下去 金女士趁机拿起了柜台上的香蕉 朝蒙面男子砸去 最终蒙面男子转身逃跑了 英国一名女子在33年前花了10英镑 折合人民币约87元 逃到了一枚玻璃钻戒 这枚钻戒买回之后就一直放在盒子里 今日女子家里经济困难 无奈之下 女子就将这枚玻璃钻戒拿去坚定 想碰碰运气 没想到的是 专家鉴定这是一枚货真价值的26克拉大钻戒 价值74万英镑 折合人民币约647万元 据悉这名女子打算将这枚玻璃钻戒拍卖掉 除去手续等费用 女子能拿到47万英镑 折合人民币约4141万元 2月5日在云南宝藤高速公路龙江特大桥上 有一名成年女子带着三名小孩违法上桥 这名成年女子还让一个小孩给自己拍视频 民警发现后马上赶到现场 将四人护送出高速公路 对女子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 2月5日 广东潮州 开车回家的林先生 发现有一个小女孩准备经过人行道 小女孩看到有车要经过 就停下了脚步 林先生肩壮就减速停车 你让小女孩先过 小女孩走到一半停了下来 向林先生鞠了一躬 随后跑过人行道 阿月二日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第133届土拨鼠日到来 有不少民众守候在著名土拨鼠 弗尔的洞前 按照传统 如果当天土拨鼠出洞 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子 预测者 美国今年的春季会提前来临 据悉当天没有看到土拨鼠的影子 虽然土拨鼠的预测准确率并不高 但大家还是会让土拨鼠来预测 祝军到了中午的提升洗脑环节 连出于去喝早茶 亲戚们给了不少红包 我和弟弟假装兴高残烈的收着 回到家直接上脚给补上大人 话说这种习惯持续了十几年了 我只是红包的搬运工 我已经好几年没看到红包了 土豆说个窒息操作 就在刚刚 我喜欢一玩的很好的高中同学 现在已经大了 我和他就像是蓝闺蜜那种 之前我本来打算明天 叫他去旅游再说的 结果因为一些事 说不定会退出旅游 结果我了着了着 看此地表白可能无望 脑袋一抽就QQ上说了 然后我朋友就说 兄弟是一辈子的兄弟 你要不要当我兄弟 我这操作真让人窒息 你饿不饿 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给你来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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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来一言